来看到新北的小学生呢 5月7号到了台中新社来进行校围教学 外购便当却是让百人吃了之后上土下线 检验结果出炉了 验出了沙门式感具 那么实案处表示呢 生鸡蛋等制品是容易滋生的 所以呢建议要完全煮熟 而未满5岁的幼童等族群呢 更要小心恐怕会引起全身性的感染 美味的便当有蛋有肉及青菜 这是新北小学生5月7号到新社校外教学的豪华便当 但没想到当天上百人呕吐腹泻 紧急送宴食物与检体现在结果出炉 他有检出沙门式感菌 那另外呢 在新北市各医院就医的这些小朋友 那他在医院的临床检体 也有6人检出沙门式感菌 所以全案我们已经把相关的资料 移送给这个司法来进行侦办 沙门杆菌到底哪里来 实案处表示 这种细菌主要存留于肠胃道中 人或动物的粪便都可能出现 若是吃到受污染的水或食物就容易中标 其中又以未经适当烹煮的生鸡蛋 牛奶肉类等制品以及蔬果风险最高 如果说在涂窄的时候不甚有污染的话 那这个肉品后续在烹调 如果说没有注意发生的交叉污染 或者是说加热温度不够 都会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细菌残留 呕吐发烧腹泻脚痛都是常见症状 而夏天来临更容易让细菌大量滋生 实案处提醒料理前一定要彻底清洁手部 注意保存温度 生熟食料理要分开 并且烹煮时中心温度要达70度以上 尤其家有这几类族群的要特别注意 像是小于5岁的婴幼儿 或是年纪比较大 或是免疫功能低下 或是有一些癌症病史的病患 遇到这种情形 很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的情况 那除之外来讲 当一些感染从肠胃道 细菌从肠胃道里面进入到身体里面 会产生全身性的感染 血压偏低 或是持续高烧 休克的状况 这个是我们后续要注意的 医师表示 一般人建议多补充水分 电解值 饮食方面可以吃香蕉 吐司 苹果或白米粥 食安问题连环报 开心的校外教学 也因此变了调 实在让人毫不安心 绝对 我会有点赞 订阅